Zither Harp Hey,大家好,我是凯特王,欢迎收听凯特迷之音 长久以来呢,我都一直有一个感触哦 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留有姓名的女性呢,都充满了争议 而且呢,这个争议呢,大多都是在描写他们的残忍,强势,心狠手辣 比如呢,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后,最广为流传的故事呢,就是把人虐杀 剁掉她的手掌,脚掌,然后把她的耳朵弄聋,把眼睛戳瞎 然后割去她的舌头,并且毁掉她的声带 吕后把欺负人搞成人质的事情,广为流传 也让她成为了最独妇人心的代表 其实,当你深入了解历史之后呢,你会发现 男性所做的这些心狠手辣的事情,绝对不亚于吕后的手段 但是呢,我们却很少听到有什么皇帝如此丧心病狂 为后世所不齿的事件广为流传 除非他们真的丧权入国了,才会被史书谩骂 一旦她功成名就顺利的登基,无论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手段 都会被当时以及后来的人歌功颂德 我就常想啊,这是因为历史多半也是由男性主笔记载 所以,无法容忍女性跟男性争权夺利吗? 恐怕是的哦 在封建社会男尊女辈的传统之中呢 皇帝啊,男人都是最棒的 凡是有祸事,第一个都会推给女人承担 如果女人的表现,没有什么很大的过错 那就推给底下的臣子们去承担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历史能有一个角度 是由女性的视角出发的 那么也许在史书里面记载的那些专断啊专权啊 干预朝政堪称祸害的女人 就会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出现了 女人对政治的野心也许不会被抹黑 女人的欲望也许就会获得 同样是身为女人的我们的共鸣了 就像现在很多女人说自己热爱工作 大过于走入婚姻跟家庭一样 女性对权力的渴望 其实也是可以赤裸裸的 并且是被歌颂的,被鼓励的 比如呢,你还记得前两年 有一部戏叫做《后裔器兵》吗? 多好看啊,对不对? 虽然是一部大女主的爽剧 但是呢,我们也一路跟着女主角 经历各种在棋局上的杀伐决断 不爱看她谈恋爱 我们不关心她跟谁谈恋爱 就爱看她搞事业 打败世界冠军 一路过关斩将 而这个女主角呢,不仅狂妄 而且呢,说谎诚信 爱嗑药,而且呢,非常的目中无人 可是可是可是呢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她 才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迷人 虽然时至今日呢,还是有很多人觉得 女人不应该展现欲望跟野心 不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其中呢,不乏多数的女性自己 也是这样认为了 但是呢,世界已经越来越多女总统啊 女总理啊 女性的CEO出现了 难道越来越多的女性 投入这些政商界 都没有让你们觉得她们很帅吗? 我就觉得很帅啊 我甚至希望呢 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叙事的角度出现 因为只有女性她们自己表明了立场 把自己的故事表现出来了 说出来了 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如果女人都不替自己发声 或者是不替自己讲话 也许就没有人真的可以站在我们的立场说话了 而今天的故事的主角 就是中国历史中唯一的一个女皇帝 武则天 关于她的故事呢 因为被影视戏剧不断的改编上演 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 最近期的一个关于武则天的戏剧作品 应该是2014年由范冰冰主演的《五妹娘传奇》 这部戏播出的时候呢 在中国跟台湾都非常的红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了 而且呢 还因为还原了唐朝女性服饰 比较大胆的作风 而遭受到了批评 就是太所重在胸部的那个事业线上面 年轻人呢 对武则天的印象呢 大部分也都是范冰冰的扮相 符合现代的网美的审美 但我个人觉得他把武则天演得很像打击 也或许是因为他演打击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所以我现在看到他演什么都很像打击 尤其是古装的装扮 金马金钟双料影后贾静文 其实也演过武则天哦 大家知道吗 那部戏叫做至尊红颜 是2004年的戏 这部戏呢 基本是属于娱乐性质 大过历史性质的一个改编 剧情比范冰冰的《五妹娘传奇》 还要胡闹 因为我看过 我想呢 跟我一样大的 约莫在40岁上下的听众朋友们 应该最熟悉的武则天是潘银子 1985年呢 台湾中世就制作了《一代女皇》 这一出大戏 不仅让潘银子红遍了街头巷尾 《一代女皇》的主题曲 也成为了当年最洗脑的一个八点党的主题曲 我相信现在应该也很多人会唱 脑中就马上回想起这个旋律了 对吧 号称不老女神的潘银子呢 一个人从武则天14岁入宫演到他82岁退位 其中呢 展现了他67岁登基的时候的样子呢 他还特别的去增肥 并且剔去了前额一部分的头发 剔掉了他的眉毛 去营造那种中年发福以后的威严感 因为潘银子的先例啊 之后演武则天的女演员 似乎都要挑战 从14岁的少女开始演起 比如后来的中国演员刘晓庆 他扮演的武则天 也被大家盖章认定 从少女少妇中年老年一路演下来 跨越了年龄的局限 前面我们所提到的 范冰冰跟贾靖文也是一样的 他们也是都跟前辈学习 从少女演到了老 因为不停地被改编成戏剧 出现在大家眼前 加上是大女主的戏 也就开始让武则天 有了越来越多的正面评价 但是有些剧情真的是太过把 武则天塑造成偶像剧里的白莲花了 因为他们要符合女性观众的 那个观念嘛 所以呢 我就觉得有点太过了 甚至呢 把他塑造成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 只是恰巧被命运带上这条路的女人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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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就太夸张了 武则天如果没有野心 他是无法在男性专权的 Mans Club男孩俱乐部里面生存的 甚至后来他踢走了男人 自己把俱乐部的名字都改了呢 武则天呢 绝对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就像过去所有的当权者一样 他们都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铲除异己 但他们同时也都拥有过人的才干 有报复 有理想 我们都知道 人性是复杂的 对吧 那既然是复杂的 那么就一定是会有争议 那既然有争议 就是一部非常好看的一出戏了 武则天的一生 就是好看的一出戏 他为我们女人 所展示的就是 如何在男权当道的时代 扭转自身的命运 而且呢 是靠各种手段达成目的的 之后呢 战上权力的高峰的时候呢 也不会因为自己身为一介女流 而感到惭愧 他毫无愧疚 并且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 这也是我觉得 他最终会穿上龙袍的一个原因 因为呢 他打从心里 就没有觉得自己不可以这么做 他毫无歉就 所以他做那张龙椅 就做得心安理得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在当代了 不过呢 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当女皇的哦 他的欲望跟野心是渐进式的 就像我们的成长一样 都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 然后各种经历 让我们有所领悟 在每一个阶段 发现自己想要的 并且通过努力 抓住时机达成目标 而每一次达成目标呢 我们就会往下一个目标 再次的前进 所以当武则天 越来越明白 权力的滋味是什么的时候呢 他也已经无法自拔了 好的 现在就让我们来说说 武则天的故事吧 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 以及他的本名 在史书里面都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是呢 按照广源传说 比较靠谱的一个说法呢 是出生于武德七年 正月二十三日 也就是西元六百二十四年 二月十七号 武则天是水瓶座的 很意外吗 关于他的出生地呢 也是众说纷纭 有人说呢 是在丽州 有人说是在并州 有人说呢 是在洛阳 总之呢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说法呢 也是因为他的父亲 那个时候的工作呢 经常的被调来调去的原因 所以呢 这三个地方 都是他父亲工作过的地方 并且呢 并州也算是武家的一个祖籍了 我们现在叫他武则天 也是后来从他的封号里面 选择最前面的两个字 则天而做的一个名字 他后来呢 被尊号为 则天大圣皇帝 这个尊号 随着他死后 又几度的被更改 但是呢 无论怎么改 前面两个则天 两个字都不会被动 于是呢 后来的人就称他叫做武则天了 他曾经自己给自己改名叫做武赵 这个赵字 是他自己创的一个天文字 意思呢 就是日月当空 写起来呢 就是一个明白的明 下面一个空 武则天觉得 自己就像日月一样的崇高 高挂于天空之上 这个字也是十分的会议了 看了你就会明白意思 这是他称立前一年改的名字 确实是非常的狂妄 对吧 而关于他原始的名字 就完全没有记载了 所以呢 后来的人也称他叫做武赵 武则天的爸爸叫做武士约 本来是一个庶民 后来因为呢 不想代代都过着死老百姓的日子 所以呢 他就想尽办法的想要脱离贫穷 脱离贱吉 看准了隋阳帝大兴图木 盖房子 于是呢 他就去批发了一些很多的木材 然后成为一个木材商人 赚到了第一桶金 发财致富了 有了钱之后呢 他就买了一个小官来做 但是呢 却也仍旧不满足于做一个小官 于是呢 他就改去从军了 在唐高祖李渊建国的期间呢 两个人就相识了 并且呢 因为曾经给予资助 所以呢 李渊建国之后呢 就封他做官了 还给他介绍了后来生了武则天的妈妈 杨氏做老婆 杨氏呢 是出生于 虽朝皇室 所以呢 这个婚配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抬高 武则天的爸爸 武士约的一个社会地位 否则呢 他的出生就会永远是一个商户 是非常低阶的 是农工商嘛 商就是摆在最后的一个 这个出生呢 其实也会影响武则天后来 要被理为皇后时的一个阻碍 以前的皇后的灵选的标准呢 一定是要出生于名门大户的 之后呢 李世民发动了 玄武门之便 逼退了李渊 这个历史大家有印象吗 没有印象 我现在告诉你 那武士约的政治前途呢 也就开始受到这个影响而走下坡了 后来呢 武士约死后呢 武则天的三个姐姐跟妈妈杨氏 就被同父异母的哥哥们 赶出家门了 爸爸死的时候呢 武则天只有十二岁 但在爸爸死之前呢 武则天作为一名高官的子女 可是过着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 而且呢 随着父亲四处的吊派 也算是在小小的年纪就游历了各州 跟养在深鬼的那些千金小姐一比啊 她见过的世面自然就比较不一样 加上她妈妈杨氏受的是名门的教育 所以呢 她从小也就饱读诗书 有关于她的出生 还有很多很多的传说 什么杨氏某天坐船 出游的结果啊 就有龙从湖底窜出来 然后杨氏就怀孕了 这么神奇 生了一个龙女武则天啊 注定就是要当女皇的 还有呢 说她小时候遇见过一个孙命的 孙命师呢 把家里的小孩啊都看过了 最后一个看的就是 穿着男童衣服的武则天 一看她的面相就说 哇龙同凤井 极贵也 然后又遗憾的说 若为女子 虔诚不可限量 将来必为天下之主 她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她是女生 她将来就是天下的主人 可惜她是个男生 但是她没有发现 原来就是一个女生 穿了男孩子的衣服而已 我们说了那么多 这些关于武则天的传说 传说她就是天子的故事 其实呢 后来这些东西 都是武则天 可能是自己要把自己的 皇帝的位置坐稳 而发出去的新闻通稿 利用传说 让普罗大众相信 自己就是上天选定的那一个人 所以说呢 下次我们看到明星的新闻稿 可以多多想一想 那么你就会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了 立人设这种手段啊 不是什么现代的新玩意儿 中国五千年历史 真的是多到数不清 每个从别人手中 抢到皇位的人啊 多少都会这么干的 嗯 好的 武则天十四岁的时候呢 唐太宗李世民 因为失去了长孙皇后 实在是太伤心了 于是呢 就有大臣建议她 召见几位貌美的闺秀 入宫来 嗯 你看 治疗行伤最好的办法 永远都是无缝皆归 有新的亲人 就万事OK的 嗯 就这样 听闻武则天貌美的李世民 就选上她了 就招她入宫了 对有些人来说呢 被召见进宫 并不是什么 值得庆贺的事情 说好听一点呢 是成为皇帝的女人 但一旦入宫 其实也意味着 失去了人生的自由了 跟父母就此分别 而后宫呢 又是那么险恶的一个地方 万一 没有受到皇帝的宠爱 其实过的生活 比普通人还不如 那如果万一 受到宠爱 又会被人陷害 于是呢 武则天的妈妈杨氏 就非常的伤心 哭啊哭的 送别女儿 武则天 武则天不知道是 出自于要安慰母亲 还是自己心里 真的这么想 他临走的时候呢 就对母亲说 侍奉圣明的天子 岂知非福 为何还要哭哭啼啼 做儿女之太呢 这段故事呢 在旧堂书 就被记载下来了 武则天觉得呢 哎呀 反正都要嫁人了 与其不知道 未来要嫁给谁 不如就嫁给天底下 最有权势的男人 谁能跟他比呢 对吧 你看 多么有志向的 一个小姑娘 完全就是目标导向 有没有 当时李世民 已经四十几岁了 而武则天才十四岁啊 你可以说 他这个想法 非常的单纯 也可以说 他就此 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但是 但是但是 被召见入宫之后呢 李世民在位期间 关于武则天的 宫中生活 史书里面 都没有详细的描述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 武则天 并不受到 李世民的宠爱 甚至呢 没有灵性过 宫中里的生活 非常的乏味 别说是成为 王的女人了 可能 连王的面 都见不到呢 因此呢 从他 十四岁入宫 到李世民嫁崩 十二年之间呢 他的封号 都只是一个才人 女人最青春的年华 就在这个深宫里面 耗尽了 因为没有生下子女 所以 李世民死了之后呢 他就依照惯例的 要跟部分 没有子女的 嫔妃们 一起入长安的 感业寺 出家为你 如果你是一个 普通的女人 你一生的故事 大概就在这里 结束了 但 所有跟你说 武则天故事的人 都会告诉你 他 可是武则天呢 怎么可能 就此 任命了呢 他 可是武则天呢 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 真正含义 就是说 普通人 在浪费十二年之后呢 大部分的人 都会选择放弃了 当尼姑 就当尼姑呗 反正我的医生 就这样了 普通人 会任命 会放弃挣扎 而武则天 之所以是 后来的武则天 就是因为 他即使做了尼姑 事实就摆在眼前了 已经过着 似乎没有未来的日子了 他仍旧不肯任命 他就是不放弃 所以我们是普通人啊 他是武则天啊 你说是不是呢 不过呢 貌美的武则天 怎么会不受到 李世民的垂爱呢 这是一个问题 对吧 可见的 长得很漂亮 在后宫 也只是一个 基本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 怎么样才能够 取悦龙心 取悦龙心 你才可以得到 人家的宠爱啊 武则天后来 自己就说了一段回忆 被收入在资质通简 这一段回忆呢 也许就是李世民 冷落他的 主要的原因 李世民呢 有一匹马 叫做狮子葱 非常的肥壮 韧性 没有人能够 驯服他 武则天呢 当时就侍奉在侧 于是呢 他就对皇帝 李世民说 臣妾能够制服他 但需要三件东西 一是铁鞭 二是铁棍 三是匕首 用铁鞭拍打他 如果不服呢 就用铁棍 敲击他的脑袋 如果他又不服呢 就用匕首 割断他的喉管 不能够被驯服的马 留着他 干嘛呢 李世民听完之后呢 就露出了尴尬 却不失礼貌的微笑 对着武则天说 嗯 你好勇敢啊 你看 李世民不是那种 古装偶像剧里面的 那些男主角哦 看到女主角强出头 以下犯上 好勇敢就觉得 哇你好特别啊 我要霸占你 没有这回事 所以呢 像《沿袭攻略》里面 那个魏英洛 喜欢绕横话的那种 基本其实就是瞎邪 能够活到最后一集 都是因为主角光环 割在证实里面呢 他很快就要去领便当了 对皇帝都可以这样 莫名其妙 不投其所好乱表现 可见的武则天 当时不仅不知道 如何取悦皇帝 也不知道如何 跟其他人 保持了好的关系 在后宫呢 可能就是一个小透明 可以说呢 14到26岁这期间呢 武则天空有野心跟欲望 但是他没有手段 也很有可能 他根本就不爱李世民 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啊 很奇妙 嗯 他可以唤起人心中 最纯真的一个部分 但是也可以唤起 最邪恶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 独占欲 对吧 14岁入宫的武则天 面对的是 40几岁的李世民 就算真的知道 自己是皇帝的人 但是对他产生爱情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不懂得讨皇帝欢心 真的是因为不擅长吗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 应该是面对李世民 这个大叔 罗利 武则天 他产生不了爱啊 所以呢 当李世民生病的时候呢 他受命在病榻前面 服侍他 遇见了前来探望的弟子 李志 他才会失控 上演爸爸的女人 爱上我 这个戏码 李志只是 小武则天 四岁 但是呢 也有人说 其实他们的岁数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不管如何 他们都可以 算得上是同龄人 如果武则天 对李世民 没有爱情 那么 当他遇见李志 两个人产生 情愫之后呢 李志 就等于是 他的初恋了 对吧 所以呢 大家就仔细地想想 李志呢 这个人也是很大胆的哦 用民间的伦理来讲 武则天 怎么说 都是李志名义上的树母 也就是爸爸的妾嘛 是一个长辈 但是呢 他却爱上了一个长辈 在老爸的眼皮子底下 就跟武则天 暗通狂取 欧北来 李志所面对的老爸 李世民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这样子的一个人 眼皮子底下 他竟然还敢欧北来 李世民是一个 怎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当年 发动了玄武门事变 杀死了自己的 自己的哥哥跟弟弟 然后要自己的爸爸离冤 立自己为太子 又逼他退位的一个人 是这么残忍 手段啊 这么有手段的一个人 而太子之位呢 本来跟李志 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他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孩子 前面还有哥哥 还有姐姐 所以呢 太子之位 其实根本也轮不到他 但历史啊 就是如此的相似 发生在李世民身上的事情呢 也就会发生在李世民的儿子身上啊 他晚年呢 其实更喜欢第四个孩子 魏王 李太 所以呢 就直接导致太子 李承前跟魏王 李太开始争夺除味了 看过狼牙榜吧 看过狼牙榜的人 一定都会很清楚 这种争夺除味的戏码 其实结果呢 往往就会落在一个 大家都想不到的人身上 李志呢 就是后来的那个 大家都想不到的那个人 李世民为了不让其他的两个儿子相互的残杀 于是呢 就听了长孙无忌的建议 放弃了魏王李太 选了性格比较温柔 比较孝顺的李志 作为太子的人选了 很多史书都说李志是非常懦弱的皇帝 所以才会由武则天夺权成帝 其实当你仔细研究过 他跟武则天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你就会觉得 懦弱也许只是他的保护色 也或者只是后来的史书为了抹黑武则天的强势 所以呢 就只能将李志形容成是一个懦弱的人来衬托 他本质上其实跟武则天可以说是一路人 甚至呢 可以说是让武则天尝到权势欲望填头的一个始作俑者 他其实非常的善权谋 而且是一个干得不错的皇帝 他在位期间 唐朝的疆土比他霸还大 拿下了战功 显赫的李世民呢 其实都没有拿下所谓的高距离 这个这块疆土 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中国东北地区 跟朝鲜半岛北部的这一块地方 他都没有拿下来 但是呢 李志拿下来了 也因为武则天是他从他手中拿到权位的 所以呢 他后来呢 就不被写正史的人所喜欢 哎呀 这样想想 也算是情有可原的吧 嗯 好的 那话就说回来吧 就算在李世民死之前呢 武则天跟李志就已经好上了 却也没有能够就此让李志免了武则天去赶夜寺出家的事情 他也无法就这样子接收了爸爸的女人啊 但是呢 武则天就不放弃 不认命嘛 当李志当上皇帝成为唐高宗之后呢 他就更加的认定 李志是唯一能够将他从赶夜寺拯救出去的人 他一定要唤起他对他们之间的爱 让他再一次把自己弄进宫去 于是呢 武则天就写下了一首情诗叫做如意娘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看诸成帝思纷纷 憔悴之离魏义君 不幸彼来长下泪 开箱宴去十六群 这首诗的大意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对你真是相思过度了呀 整天就魂不守舍的 竟然呢 把红色都看成了绿色了 我的面容呢 如此的憔悴 全都是因为思念你啊 郎君 如果你不相信我 是因为思念你而流泪 那就开箱看看我十六群上的斑斑泪痕吧 你看 在尼古安里面写这种情诗 哪有一点六根清静的感觉呢 武则天是一个非常有文采的人 而且呢 他的书法也写得非常好 全堂诗里面呢 就收录了武则天大概四十几首的诗 而这首如意娘呢 是最有名的 毕竟呢 是连李白都称赞自己写不过他的一首情诗 也是武则天把理智换到身边的一个终极的武器啊 于是呢 就这样 武则天写的诗呢 就辗转的传到了理智那里了 于是呢 在李世民的忌日 理智需要找一间寺庙 举行祭拜典礼的时候呢 就在长安那么多庙宇当中 偏偏就选择了感业寺 于是呢 他们两个就重逢了 他就见到了武则天了 你看 两个人是不是都是故意的 许多电视剧呢 会将这一段情节改编成两个人偶遇 让武则天成为一名傻白天 接受在感业寺 替杜维尼的这个生活 被动的等待命运的安排 也就是理智跟他偶遇了 所以他又被接回去了 才不是这样呢 这是人家处心积虑 就是想要回去的好不好 武则天要是这么被动的人 就没有后来什么一代女皇的这些事情了 他不仅是一个懂得把握机会的人 甚至没有机会的时候 他都要想尽办法创造机会 他都被剃头了 穿袈裟了 却依然念念不忘自己要进宫 要重新来过 他就是这样的人 这时呢 李智的后宫有王皇后 以及萧淑妃在争宠 萧淑妃呢 是她的宠妾 不仅生了儿子 而且还受到莫大的疼爱 于是呢 一直没有生小孩的王皇后呢 就十分的忌惮萧淑妃 把她视为眼中钉 近日祭拜典礼 见过一面之后呢 李智就又经常找借口 去赶夜寺看武则天 而这件事情呢 就这样传到 王皇后的耳朵里面了 于是呢 她就主动向李智提议 要不要就这样 把武则天接进宫啊 一来呢 这样子就可以 逃避一下她的欢心 二来呢 她心里是这么想的 她想要用武则天 来制衡打击萧淑妃 只是王皇后 可能低估了武则天 这个时候她还不知道 让武则天入宫 其实是引狼入室 那李智听到王皇后的建议 当然就很开心啊 本来还想跟武则天 偷偷摸摸的 现在连后宫之主 王皇后都支持了 那就没有什么 可以忌讳的了 等到自己笑齐一满 她就赶紧地 把武则天纳入宫中了 而且呢 武则天在进宫之前 就怀孕了哦 可见呢 他们都在佛祖面前 嗯 你知道的哦 果然都是 非常叛逆的人啊 对吧 于是呢 就这样 武则天又再次的入宫了 命运给不放弃的她 又一次的机会了 而这次呢 她将突破以往的性格 开始她的打怪升级之路 这时候的她呢 已经不是 14岁刚入宫的武则天了 而是走过一次人生的低谷 好不容易又回到舞台上的人 在那一段感业似的日子里 她一定想过了很多次 如果我再回到宫中 我应该要怎么做 于是呢 她就开始大展拳手了 而这一次呢 她不一样 她手里有王牌 就是她跟李志的爱情 说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感觉 武则天的故事 有点宫斗的味道呢 确实 当她回到后宫 开始展现宫斗的手段呢 就是一出妥妥的宫斗剧 没有错 但是呢 这一次的回锅成功主要 还是要结合三个因素的 我们来归纳一下 第一就是武则天没有放弃 寻找离开感业寺的机会 第二呢 就是理智对于武则天的情感 第三呢 王皇后的如意算盘 这三个因素 才是真正的导致武则天 真的可以回宫的一个 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这三个人其实做这些事情 都是为了自己出发 但是却这样造就了武则天 后来的命运 你说妙不妙啊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时候的武则天呢 他还没有当皇帝的野心哦 他只是想入宫 想结束 感业寺的生活 不过人的欲望 总是叠加上去的嘛 武则天是怎么一步一步 尝到权力的甜头的呢 然后到最后 无法自拔的呢 我们继续说下去 入宫之后呢 他确实跟王皇后就结盟了 对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于是呢 王皇后也就会在理智面前呢 经常的美言武则天 很快的 他就被晋升为朝仪 当然呢 也打击了萧淑妃了 但武则天的受宠 也渐渐的让一直不得宠的 王皇后开始嫉妒 于是呢 两个人也就渐渐的变成了敌人了 得宠之后呢 武则天把皇帝的赏赐呢 都用来打点后宫的人 笼络他们成为自己的眼线 掌握后宫一切的消息 他想晋升嫔妃 但是呢 这些妃嫔的位子 目前都已经安插妥当了 也就没有他的可能 于是呢 他渐渐的就把脑子 动到取代王皇后的身上 关于武则天的故事啊 流传最多的还包含 他是否亲手 杀死了自己的大女儿 嫁祸于王皇后 这段故事大家应该都会知道 因为戏剧一定会演 根据新唐书和资质通建的记载 在永辉五年 也就是新元六百五十四年的时候呢 武则天缠下了长女安定斯公主 公主出生一个月之后呢 王皇后就来探望他 离开之后呢 武则天就趁没有人 就把公主给掐死了 又盖上被子 然后来掩饰 之后呢 皇帝来了 武则天就假装 我们一起来看女儿吧 结果打开被子一看 发现女儿已经死了 于是他就嚎啕大哭 然后就问旁边的婢女说 谁来过啊 旁边的所有的人就说 皇后刚刚来过 于是呢 武则天就大声的对李志说 皇后杀死了我的女儿啊 你要替我做主 这件事情呢 在旧堂书和唐药会当中的记载 就不一样了 他们只记载了公主的暴毙 并没有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因此呢 关于武则天是否真的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嫁祸给王皇后这件事情呢 一直就都是众说纷纭的 是不是很有戏剧性 不过呢 我们可以从李志的反应来反退一下 来猜测一下 李志确实跟王皇后的感情不好 他一直想要废后 想要服武则天上位 但是呢 王皇后只是鱼丝不得他的喜欢 鱼公他其实并没有犯下什么大错 所以他没有办法说费就费 而且非一个皇后还要跟 所谓的宰相们商量 而杀公主的事情呢 他也没有勒令的去彻查 想必他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嘛 那为什么没有必要呢 因为李志明白这是后宫真宠的一个伎俩 公主更大的死因也许就是突然暴毙 然后呢就被武则天利用来嫁祸给王皇后的 当时呢因为医学的不发达 古代很多的王子啊公主啊都容易在小时候被养死 但是呢有学者就从武则天的动机出发了 认为他有足够的杀人动机 女儿成为自己近身之路的牺牲品 这件事情武则天是绝对可以干得出来的 那你呢 你更相信哪一种说法呢 但不管是哪一种 在李志的心中啊废后这件事情算是有一点苗头了 加上他为了安慰武则天 所以想要封他为臣妃 却被宰相韩元和来际反对了 让他开始发现 哇我虽然是一个皇帝 但是呢先帝留下来的人呢 却让他处处的被制肘 他没有办法独揽大权 于是呢渐渐的废除王皇后 改立武则天为新皇后这件事情呢 就逐渐变成了一场政治角力的斗争了 已经不那么单纯了 当时呢 朝廷以长孙武记 索岁良为首的一个元老大臣 他们的势力是非常强大的 他们反对废王立武 或者说呢 他们通过支持王皇后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不受侵犯 这件事情 让李志感觉自己就是个半个皇帝 权力受到限制 心里非常的不爽 尤其是长孙武记啊 既是他的舅舅 又是朝廷的命程 实在是非常的难以拔除 不过呢 废王立武这件事情 不管成功与否 对武则天都是有好处的哦 好处就是呢 他跟李志现在是同一阵线上的盟友 加上又是夫妻 简直就是生命共同体了 紧紧的捆绑在一起 也是因为这件事后来上升至政治事件 也才让武则天意识到 哦原来想要统治后宫 前朝的势力帮派也是非常重要的 前朝的一举一动 其实都会影响后宫的变动 而后宫其实也会影响前朝 这是一个关键 让武则天开始发现权力的魅力 为何那么多的男人都想尽办法 要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势呢 就连当上了皇帝 也要设法铲除身边的救世力 然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一批人马 原来只有这样 天下才会真正的握在自己的手里 当费王立武在前朝 演变成政治派系斗争事件之后呢 就开始有了以长春无忌 除岁良为主的拥王派 以及以义府为首的拥武派 关键的一票呢 是大臣元老叫做李济的一个表态 他就跟李治说了 他说 这是陛下的家务事啊 你何必问外人呢 哇 这句话真的是非常有分量 虽然是很简单 但是呢 却让李治恍然大悟了 对啊 这是我自己的家务事啊 我根本就不需要征求什么宰相的同意啊 于是呢 以王皇后谋害为由 他就废了王皇后了 就改立了武则天为皇后 并且呢 就借此把长孙无忌等人的官职呢 通通都拔除了 贬出了金师 实现了自己多年想得到的君主极权制度 可以说呢 跟在李治身边的武则天 算是一名剑牺牲了 实习生 看了这一场政治斗争的戏码之后呢 也开始慢慢的滋长自己内心的权力欲望 在李治手把手示范教学之下呢 武则天清出于蓝更胜于蓝 他比天性善良 优柔寡断的李治 多了一份狠毒跟行动力 而且呢 他更加的善于计谋 当了皇后之后呢 成了六宫之主的 武则天就开始显示出他的多疑 以及他的专权了 他对权力呢 是更加的渴望了 因为他很没有安全感 他觉得啊 李治能够废掉王皇后 那么有一天可能就会废掉我耶 是不是 加上这个时候 李治又有了辛宠 贺兰氏 于是呢 就让他更不放心了 贺兰氏呢 其实是他姐姐的孩子 是他的侄女 原本呢 他也是想利用姐姐跟侄女 来笼络皇帝啊 反正你就要宠别的女人 要不然就来宠我们吴家的女人吧 但是呢 如果他们真的受到非常大的宠爱呢 也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这样也是不行的 这个时候呢 就有了一次的机会 让武则天从后宫走向了前朝 这要说啊 真的就是说 李治是被自己的健康给耽误的 李治呢 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患有风级了 用现代的说法呢 应该是属于心血管疾病 他发作起来呢 就会头晕目眩 然后他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于是呢 他生病的期间呢 就放权给武则天了 算是政治盟友嘛 而且呢 也不会有什么不妥 毕竟放权给朝臣 他怕他们造反 而放权给东宫 他也不太放心 只有自己的老婆是安全的 因为过去没有什么女皇帝出现啊 这个时候 真的很想跟李治说 他可是武则天呢 结果呢 就这么一次 因为生病而放权 就让武则天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了 这也让他跟李治多年的夫妻情感 第一次出现了矛盾 你想想嘛 丈夫的权力公然的受到了太太的挑战 哪一个男人坐得住呢 这个时候呢 上官仪 一个宰相 上官仪就上奏说 哎 要不然我们就趁机废掉武则天吧 于是呢 李治就答应了 于是就安排上官仪起草 结果呢 这个起草书 笔墨可能都还没有干掉 武则天的沿线 就赶紧到后宫来通报了 武则天听到了这个消息 立马就杀到了李治的跟前 就对他动之以情了 他就说 咱们两个人一起把国家整治得这么好 不好吗 你现在能够君主极权 也有我一半的功劳呢 结果呢 李治听到了 马上就把这件事情推给了上官仪 他就说 是上官仪的主义 跟我没有关系 他自己就当个没事人 而武则天呢 果然就是一个最了解李治的人了 他马上就抓到了这一点小小的弱点 利用了李治内心的愧疚感 跟他的心虚 于是呢 就对他提出了垂帘听证的一个要求 如果皇上 你的身体真的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觉得正事非常的繁重 我可以帮你一起分忧待劳 以后我垂帘于后 帮你一起听证吧 就这样开启了所谓的二圣临朝的时代 也是因为这一次上官仪要废后的主义 然后李治答应了 这件事情 让武则天也慢慢的意会到 哇塞 当皇帝 皇帝的人的心真是太难掌握了 我要防后宫 又要防前朝 哎 是不是自己当皇帝更好呢 对吧 所以呢 他内心当中也开始了 又的这个 我想要当皇帝的一个念头了 二圣临朝的时代将近有二十年 在李治病死之前呢 武则天算是已经非常熟悉了 所谓的帝王之术 并且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了 但皇帝所拥有的权力就像魔戒一样 每个人只要戴上魔戒就会被迷惑 武则天也是一样的 在李治病重的期间呢 太子李贤就奉命监国了 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逐渐地意识到自己的儿子 如果继承了大桶 那就是自己权位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就要发出一声疑问了 难道给自己的儿子当皇帝不好吗 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而是如果我也想当皇帝 而且我当皇帝当得好好的 那儿子来跟我抢 我就得让吗 虽然这个地位迟早都是他的 但他也不能够造反啊 这件事情呢 在父子君臣之间呢 也是经常是个问题 所以历来的皇帝都要避免被逼宫 一边培养继承人 一边要防范继承人对自己下毒手 提早登基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之前很红的韩剧 叫做《衣袖红香边》 如果你也看过一部韩国的电影叫做《思导》的话 那么你就会明白了 他们的时代背景都是同一个 两个故事呢 加起来呢 就是祖父孙三代的故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是非常微妙的一个关系 朝鲜英祖大王和思导世子父子 因为相互猜忌最后导致离心 然后呢 就兵戎相向了 英祖大王呢 最后将思导世子囚禁起来 并且活活地把他饿死在米柜里面 最后呢 英祖传位给思导的儿子 也就是后来的郑祖大王 《衣袖红香边》里面的男主角 叫做李蒜的 而其间做爷爷的英祖大王 也不停不停地在试探自己 孙子李蒜的忠诚 这个故事 我相信如果你们有看过这两部戏剧的话 你们应该就会知道 有一句话叫做 无情罪是帝王家 武则天面对一次一次 他人要他交出手中的权利 他都一个一个铲除了 于是最终要面对的 就是跟自己儿子争权 这时候武则天跟英祖大王 有什么不同呢 除了他是女人之外 只是一个皇后之外 其实整个国家都是在他的统治之下的 于是呢 李治垂死之前呢 他就萌生了称帝的这个心了 首先呢 他要做的就是把儿子从皇位上面拉下来 偏偏呢 他有四个儿子 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后悔啊 我怎么会生这么多儿子呢 第一个儿子李红的身体不太好 很早就死了 所以呢 也就没有威胁到他 但是也有传言 是武则天下毒毒死他的 不过这种传言 大多是后来为了要抹黑他 所以呢 基本上可以忽略 大儿子病死的时候呢 武则天跟李治的情感还是非常好的 他那个时候并没有称帝的野心 但是呢 轮到二儿子李贤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 二圣灵朝让武则天尝到了掌握权力的滋味 于是呢 他就导演了一出戏 假借自己非常信任的一个术士 明从炎被杀跟太子有关 于是呢 他就没有经过理智的许葛 他就去抽查东宫了 结果就在东宫搜出了盔甲数百 让凶杀案一下子就成为了谋逆案 太子李贤就这样被废掉了 并且呢 被贬为树人 二十九岁的那一年呢 被酷吏逼迫 自尽结束了生命 哇塞 好惨啊 然后二儿子之后呢 当然接下来就是三儿子李贤 取而代之啦 年轻气盛了李贤上位的时候呢 就迫不及待了 要把母亲身边的人马通通给换掉了 他就等不及了 其实呢 他应该要学学他老爸理智的 多一点耐心 缓和一点 然后再通通的去铲除 会比较好 可是他没有 他非常心急 他就立马想要提拔自己的人 于是呢 他就提拔了自己老婆娘家的人 伟玄真想要让他做宰相 然后 中书审就他就不答应啊 不答应的时候呢 他就非常心急之下 就脱口而出了 我就是想把天下给他 有什么不可以呢 这句话被武则天知道了 就抓到了一个把柄 认为呢 你是对李家王朝的大逆不道 于是呢 李显的龙椅都还没有坐热呢 就被自己的妈妈赶下台了 终于轮到了四儿子李诞 这个儿子呢 虽然年幼 却也看明白妈妈想干嘛啊 面对武则天的强权政治 他想活命 也就只能乖乖的当一个傀儡皇帝 最终呢 他就亲手奉上了权位 让自己的母亲正式登基成帝 开启了五周王朝 长达十余年的统治 那一年武则天已经是六十七岁了 而李诞呢 就跟自己的哥哥李显一样 就被流放到了外地 并且长期的受到监视 武则天最终能够获到政权 是因为他的手段 跟他坚强的意志 当然也跟他的长寿有关 他的母亲活了九十几岁才去世 而他活到了八十二八十三岁 他是一个经历非常丰沛 而且十分有欲望的一个女人 不过呢 武师皇朝在他这一代 也基本就结束了 他没有培养起任何足以接班的人 于是呢 又将自己的儿子李显接回来了 打算在自己百年之后呢 让李显来接班 这个时候呢 李显已经从过去呢 一个年轻气盛的青年 变得比较稳重 也比较成熟了 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情嘛 而且呢 为了讨武则天的欢心 也一切对他言听计从 年迈又病重的武则天 有了儿子在身边 多少也就安慰了自己的晚年 不过呢 历史总是极其的相似的 这句话又出现了 以宰相张俭之为首的大臣们 就发动了神龙政变 调动了静卫军 在东宫涌了李显称帝 从此之后呢 大唐皇室又恢复了 神龙政变的几个月之后呢 武则天就过世了 他死后跟唐高宗李治 合葬于乾陵 从14岁的武才人 到82岁的女皇武则天 这波澜壮阔的一生 最终以一块没有刻任何 碑文的墓碑结束 关于立无自卑的理由 也是大家众说纷纭的 主要有几种说法 我们来说说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武则天用以跨越自己 表示功高德大 并非文字所能表达 所以他就不写了 第二就是武则天 自知罪孽深重 感到还是不要写的好啊 第三就是武则天 立无自卑 最大的理由呢 就是功过是非 任凭后人去说吧 我就不说了 你是相信哪一个呢 第三个说法 是大家比较相信的 不管你是相信哪一个说法 把武则天称帝 放在中国五千年 历史长河当中呢 其实就像 灵光乍线般 那么的短暂 他好像就是 自己过了一次 当皇帝的赢之后呢 又把游戏 丢还给后人了 在国外的研究中呢 有一段来自 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评价 我蛮喜欢的 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 叫做崔瑞德 他就这样说过了 他说 对于这位敢于推翻 礼堂皇室 并像男人一样 泼辣的实心同志的女人 尽管儒家 历史学家 都进行恶毒攻击 和敌对状态 但是武兆显然具有特殊的才能 对政治具有天赋 并且非常善于操纵宫廷的权力结构 他之所以能够非凡地获取到权力 是由于他杰出的才能 坚毅的决心 和世人的能力 再加上他的冷酷 肆无忌惮 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 他对敌人和对手 表现出的残忍和报复心 这在中国历史上 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 这段话形容得非常好 我很喜欢 确实啊 若是你不带任何的偏见 去看武则天的话呢 于中国帝王的行列之中呢 武则天并没有比他们其中的 任何一个都逊色 只不过呢 受制于他是一个女性的身份 让他比其他男性登基的路 更加的艰难与坎坷 他必须做出很多违反 伦常的事情 他才可以达成目标 但这也成为了 他被后世议论的 种种的巴饼 不过呢 他当上皇帝 是毋庸置疑的啊 执政期间的政治 社会 文化 经济 都没有倒退 文治 武功 昌盛 我觉得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今天的故事好长啊 对不对 不知道你听完 有什么感触呢 是喜欢这个女人呢 还是觉得她好可怕 总之呢 我是喜欢武则天的 凯特密之音 咱们下次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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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